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 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军事最新武器信息 在今年的1月26日有关消息报道出 俄罗斯末日武器出现 此外报道出美国海军配备了新的单兵武器 究竟如何让我们进入正题 在今年的1月26日如有关新闻报道称 俄罗斯海军将在今年的夏季 集装搭载波赛东无人潜航器的 比尔哥罗德号特种核潜艇 关于波赛东鱼雷和核潜艇 都是近些年来俄罗斯所设计的军用装备 其中波赛东鱼雷更称为末日武器 被这么称呼主要是因为波赛东鱼雷 它可以携带常规弹药或者是核弹头 能够对敌方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其作战范围据有关人士称 它能达到一万公里的射程 下潜深度也可以达到一千米 这种射程和下潜深度可以说是堪称恐怖 因为目前的雷达系统在进行水面探查时 是不可能时刻防备如此深的距离 这样波赛东鱼雷就可以利用 它自身强大的隐身性能和潜水深度 可以让它悄无声气的来到敌方军舰下方 给予对方毁灭性的打击 可以说这种海下航行器足以改变战场的格局 再加上它能够加装核弹 这让它的威慑力又提升了阶段 被称为末日武器也不足为过 这种鱼雷除了能自主攻击外 它还能当作诱饵使用 协助潜艇摧毁敌方潜艇 除此之外 装载该武器的核动力潜艇 也能提高它自身的战力 而装载这种武器的比尔哥罗德核潜艇也是战力出群 比尔哥罗德核潜艇更是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潜艇 它的舰体长度达184米 因它是根据奥斯卡级攻击核潜艇改进而来 所以在设计上和奥斯卡级攻击核潜艇基本是形同的 其中如使用的动力系统都是两座OK560V型核反应堆 这种核反应堆的单个功率就可以达到190MW 使用这两个动力系统可以让它的水下航行速度达到33节 另外这款核潜艇的最大潜航深度可以达到500米 其自持力可以达到120天 使用强大的核动力潜艇 再配上拥有恐怖威力的武器 这两个装备配合足以堪称恐怖如斯 而关于像波赛东鱼类一样的潜航器 其实最早提出的是美国 在2020年的时候 美国还曾向通用动力公司追加了1360万美元 用于发展关于潜航器 如今顶尖国家都在悄悄发展 这种水下航潜武器 这表示在未来水下战争也将会开始 不过对于水下潜航器 可以说它的出现不仅影响战争 也将会影响整个有关海洋的态势 例如在和平时期 这种潜航无人装备 能够提前探测水文电磁环境 有利于了解一些海域的环境 而在战争时期 无人潜航器也能为几方带来非凡的战力 所以说关于这种无人潜航器的研发 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非战争时期 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好了 关于俄罗斯的最新动态就讲到这儿 下面看看美国的最新军事 在今年的1月20日有关消息报道 美国海军驱逐舰上最新装备的一款单兵武器 这款新型单兵武器可以说有点科幻 因为它使用的是激光来造成伤害 不过这武器并不是造成致命伤害 而DDG-102驱逐舰上搭载的是一款名为 LA-9P激光枪 该武器的最大作用就是用来干扰对手 或是阻止一些自杀式的攻击 也可以使用该武器提醒自己的队员 目前配备的这款LA-9P激光枪 之所以没有致命性的杀伤力 因为要让它方便士兵携带 所以在设计上它的体型小 不能搭载大型的电池 所以在功率上也就受到了影响 因此研发者只能退而求其次 选择让对手致盲来影响对方 而关于激光武器 其实美国也有具备杀伤类型的 不过这种具有杀伤类的激光武器体型较大 所需的电能也多 只能装备在一些战车上 或者一些船舰上使用 例如DEMSURY的武器系统 它就是使用雷达和大型激光武器搭载使用 并且配备在SREK战车上使用 用来拦截一些无人机和火箭弹 该系统在之前我们也有讲过 在这里就不细讲了 除了在陆地上使用的外 美国还将大型激光武器 应用在船舰上和潜艇上 这种大型的激光武器 能够给对方的船舰造成致命的伤害 也能用来进行防空任务 不过激光武器虽然厉害 但它还是有一定的缺点 例如在一些恶劣天气下 该武器就没有什么用了 好了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近期乌俄局势逐渐进入白热化 前段时间俄罗斯在边境部署的短程导弹 乌克兰也大量接受了美国的装备 并进行部署和应用 如今有关消息还报道出 乌克兰开始在东部停火地区 部署重型武器 更有网友称这是在积极备战 而乌克兰部署的这款重型武器 据说是BM-27多管火箭炮系统 该武器是由前苏联研制生产的 并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装备 一直到现在还在服役 更是由很多国家装备该武器系统 而BM-27多管火箭炮主要是安装在 ZIL-1358移动平台上 这种移动平台和Frog-7自由飞行火箭系统 所使用的移动平台很是相似 这种移动载具拥有两台汽油发动机 能够为它提供不足的推力 这两台发动机分别驱动四个轮子 因此该移动平台拥有非常好的山地越野性能 而这两台发动机能将它的最高速度达到每小时65公里 在续航上可以让它达到500公里 在配置上该武器并没有自动瞄准功能 这需要成员使用PG-1全景望远镜观察 并且调整火炮的方向才能进行补述 不过这对该武器系统影响并不大 因为这种武器是一种大范围覆盖的武器 只需要确定大致位置就能够进攻 而BM-27多管火箭炮在弹药使用上种类非常的多 它能使用HE-Frag弹药 或是一些PTM-3地雷和化学弹药 不过目前化学弹药已经停用 而BM-27多管火箭炮将16枚火箭弹全部射出 只需要在20秒内就能完成 其射程可以达到35公里 其实对于BM-27多管火箭炮来说 它在布置地雷方面是非常出众的 它一次性能散布312枚PFM-1地雷 如果将这些地雷散布到敌人前景的地方 或是撤退的路线上 那将会对敌军造成巨大的伤害 这种战术之前 苏联就在阿富汗使用过 效果非常的明显 不仅能给对方造成伤害 还能影响对方的行动速度 其实这种类型的武器在乌克兰还有另一种 那就是BM-30多管火箭发射器 而乌克兰很有可能也会将其补入在前线 不过对于乌克兰所部署的这种重型武器 俄罗斯之前部署的短程导弹就能将其解决 对于乌俄局势加剧就讲到这里 大家还有哪些想看的武器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另外大家觉得水下潜航器 是否能够成为未来战场主要武器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对于 沙发认评论区线